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会生出那么邪恶的念头 想要将她占为己有 或许她太没有安全感了 此时的她 早已不是她能够掌控的女人 她担心她会冲动地去找其家报仇 担心她会不告而别 担心她会受到伤害 那个陌生的男人到底是谁 路易远远地看见了她的容貌 她不同于泄霄的稚嫩 相反 浑身上下自带一股成熟男人的韵味 她看见那个男人为今夏打开了车门 看着她对今夏温柔地笑着 虽然两个人没有丝毫的暧昧行为 但是不知道为何 路易只觉得刺眼 今夏是又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是关于报仇吗 她消失的那两年 是和这个男人在一起吗 不知道从何时起 她的计划中再也没有属于她的位置 她任何的事情都不会再同她讲 虽然她依旧会笑容满面地看着自己 然而那笑容中却带着些许的疏离 这份疏离 才是路易心中真正所害怕的 眼下时局动荡 有些事情 她不方便对她讲 她身上有属于她的责任和担子 她不仅仅是路易 更是陆家军的陆少帅 她不仅仅要保护金夏 还要守护好西南五省的百姓 眼下 齐家正在招兵买马 总统大人妄图称帝 严家对待此事态度不明 各路军阀各怀鬼胎 此时的安宁还能维持到何时 路易并不知晓 她能做的 只是尽量防患于未然 剩下的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吐掩 这份被动 让她略显得有些心绪不宁 同样心绪不宁的还有惊吓 刚才的触感还历历在目 若不是她意志坚定 两人早已一发不可收拾 此时的她 心里乱极了 路易刚刚的行为 那就是侵犯 那就是侮辱 若是其他男人对她如此 她早就拔刀相向 只是 因为那人是路易 她居然没有舍得反抗 袖中的银针被金夏握在手中 若是她出手 路易早已晕厥 然而 她却愿意相信路易 相信她不会真正地伤害自己 哪怕昨夜的她 早已变了模样 她也是在赌 和自己赌 和路易赌 好在她赌赢了 她果然舍不得伤害自己 不过 她却没有赌赢后的喜悦 她捡起自己的衣衫 重新披上 看着地上凌乱的烟头 她眉毛微微促起 自己回来之前 她到底抽了多少根烟 喝了多少酒 等了自己多久 她是看见少卿送自己回来了吗 她这是吃醋了吗 金夏不知 也不想去问 她来到了窗前 微风拂面 慢慢吹散了身上的细汗 若是刚才 路易不停止 她会出手吗 她不会 乱世儿女 谁还在乎这一层薄膜呢 放纵自己一下又如何 朝不保夕的日子 何必又在乎那些呢 金夏双臂还胸 站在窗前 她突然间有些渴望路易的拥抱 渴望她怀中的温暖 渴望她身上的气味 她太孤独了 尤其是这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总是觉得异常的冷 次日清晨 金夏并没有看见路易的身影 她不在房中 亦不在书房 到哪里去了呢 金夏来到了主楼 路夫人和路家小公主路容正在画家长 她扫了一下四周 却依旧不见路易的身影 她这是在躲着自己吗 路容看见金夏的身影 立刻跳着跑到其身边 挽着她的胳膊来到了沙发前 笑着道 三嫂 我给你从俄国带回来的礼物 你看看你喜欢吗 俄国 金夏接过一个精致的盒子 打开后 便看见一条酒红色的琥珀项链静静地躺在里面 这条项链让金夏倍感亲切 俄国盛产琥珀 它是知晓的 三嫂 你喜欢吗 金夏点了点头 应道 喜欢 咦 喜欢就好 对了 三嫂 我三哥呢 我还给带了正宗的福特加红酒呢 她最喜欢品红酒了 她 没有过来吗 金夏试探性地问道 没有 你俩不会是吵架了吧 陆容忍小鬼大帝笑着调侃 没有 我们没有吵架 金夏立刻摇晃着双手 红着脸 昨夜的事情自然是不能当众讲出来的 一儿应该是去军营了 和你大哥一同离开的 这孩子也真是的 走的时候怎么没有告诉你一声 陆夫人略有些埋怨自己儿子的不懂事 金夏挠了挠头 替陆一开拖着道 不怪她 是我骑得晚了 陆容看着金夏一头的脏便 只觉得好漂亮 好独特 她嚷着道 三嫂 你的头发梳得真漂亮 给我也梳一个吧 金夏向来讨厌梳头发 可是 她却没有拒绝陆容 点了点头 随着她回到了她的房间 细心地替她梳上了头发 她慢慢地让自己放空 这样或许也挺好的